梁振英說要公開這個曾經被投訴的教師或者教育工作者的名單 以及接受學校的名單的時候 他們是要公開的 但是這次前所未有的 將一位教師的教育專業資格去取消的時候 他們是不公開的 我想請教各位在這裏的傳媒 你拿不拿到資料呢?拿不到的 意思就是什麼呢? 當林鄭月娥在記者招待會中說 這件事做得不好 我叫了局長要開記者招待會交代的時候 就是他單方面的說詞 他是公開人的名字 公開那個校的名字 公開那個校因為堅持校本自主 對這個教育局的無理的調查 堅持是維護他自己自主的人全部受懲罰和公開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 只有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 中國古老王朝的所謂斬首示眾 諸連狗族 我想教中史的路線應該知道 那是誰 誰是 誰是 她是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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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誰是誰 誰是誰是誰的 各位 當我們的政府去對付一些跟他意見不同的學校的時候 我再說就等於好像孫道會是教會學校 他就跟你說校本自主 我們主張由家長、老師、校長自己去校本自主 現在校本自主已經出來了 你投訴這麼多次 我也很敬佩這間學校宣導會的老師校長 校董 他在這個教育局 說明要強行來的時候 他們站出來彰顯了香港人的良知 我就是說沒有 否則那個校長是不會接受這個警告信和譴責信的 我告訴你這個不是朱年是什麼 是一個人 他是做一個教材 教材由老師採納了 走去用來教 然後校長看了沒有什麼問題 言論自由而已 是全部人都被朱年 這個不是一個政治的算賬是什麼呢 現在林少俠娥還在記者諸奧會口顏無恥地說 他提醒我們 各位議員他提醒了 他說我們根據港版國安法的第九第十條 是有責任的 大家知道特條是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特區政府 是 對 學校 社會 團體 媒體 網絡等 涉及 國家安全的 事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多採取必要措施 加強宣傳指導 監督和管理 第九條 第十條 就調回了 他應該要這樣做 各位 林鄭月娥在記者招待會裡面已經說了整個問題 她是根據國安法的第九條第十條 對這個 宣導會小學 以及那位製作教材的老師 進行這個政治的監督管理 就是清算 這個清算 是非常之危險的 因為我剛才讀出來的那些 除了學校之外 是一系列的 而實際上 林鄭月娥在接受鳳凰衛視的訪問的時候 長篇類罪 她就說了 別人問她有什麼要做 我們會對教育 公務員 以及傳媒 做些事撥亂反正 各位 匹夫無罪 懷逼其罪 這位老師 是根據一個全香港都看到的 亨槍斬的節目 亨槍斬的節目是教材一部份 那你那個節目是每個人都看到的 即是說那個教師沒有特意做一部片出來 讓學生看 即是那個學生在家裡也看到 他爸爸媽媽也看到 我和你也看到的 那麼他在這個問題上 他在這個問題上 去再發問那些學生的時候 而那些學生又已經 是被這個教育局的調查人員說了 就是說我學了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反對港獨 我學了言論自由 那我想問 在這件事情上 教協是全香港代表了90% 以上的老師的一個工會 這間學校的校本 各個校教會 是代表了學校的 那還有哪個用家 可以發聲啊 那這個不是一個 政治的迫敗是什麼 所以 我的結論就非常簡單 大家不要以為 這個國安法第九條讀下去 對學校跟著那些沒有 社會團體有 有啊 所以各位 這一場硬仗 我呼籲所有的 香港人 都要出來說不 對這個政治清算說不 對這個 學術的干預說不 我們亦都希望大家 是踴躍去眾籌 因為這張官司一定要打下去的 要上訴 要眾籌 還有要 將這件事 向這個國際的 教育工作機構 投訴 這個是史無前例 根據一個人 你猜測他的政見 就去處罰 這個不是以言入罪啊 這個 這個是思想入罪啊 是不是啊 這個比以言入罪更離譜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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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